大家好,欢迎收看科幻木薇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极乐空间》 本部电影是一部关于平民与富人之间斗争的科幻大片 麦克斯和夫雷从小就是青梅竹马 发誓永远的在一起 由于地球的暴乱 有钱人早就飞去了极乐空间享受美好的生活 只有穷人和被疾病折磨不堪的人 才会留在了脏乱的地球上 麦克斯长大之后仍然是一个每天为了生计奔波的流水线工人 因为偷车被关在了监狱里面很久 也只有约翰这个机器人制造工厂肯要他 被机器人询问过程中 麦克斯开启了玩笑 却没有被任何人类感情的机器人当真 麦克斯的胳膊被当场打断 去医院检查碰到了多年未见的弗雷 两个人一见如故都欣喜万分 麦克斯多次都想表达自己内心的爱意 但是都被错开 傅雷拥有一个得病的女儿 并且医院已经拒绝再给小女儿继续治疗 黑帮人员李德通过自己的团队的研究 最终破解了极乐空间的飞行系统 制造了三个飞船开往极乐空间 但是却被国防部长考拉发现举动 很快联系上地球上的特工克鲁进行毁灭行动 发射跟踪导弹将两艘飞船顺利地打落了下来 另外一个则是落在了极乐空间 部长立马派出了机器人 对所有非法人员进行逮捕 一个带着孩子的女人通过附近的房间的治疗舱 顺利地将女儿治好 但是仍然没有逃过被送回地球的命运 部长的举动惊动了总统 总统立马命令停止使用特工的行为 并解除特工的一切职务武器也要立马归还 麦克斯在工作期间由于闸门的失灵 他进去维修却被困在了里面 强大的辐射令他昏迷 再出来时被机器人告知只有五天的时间 然后给了一瓶药 然后就把他打发走人了 麦克斯在好友的帮助下找到了李德 希望得到去极乐空间的票 李德提出一个条件 需要麦克斯用一个脑部芯片得到极乐空间亿万富翁的脑部信息 麦克斯将目标锁定在了约翰身上 部长为了得到总统的位置 私下和约翰谈判 希望约翰帮助他破解极乐空间的重启系统 发动政变 约翰答应并且顺利破解 在约翰正打算去极乐空间时 麦克斯和伙伴打落了飞船 约翰也中枪 麦克斯在最后一刻也顺利获得数据 但是无法读取数据被加密 部长为了防止计划被识破 再次联系特工行动 顺利逃脱的麦克斯来到弗雷家中疗伤 但是也没有逃过去特工的追捕 弗雷母女也被带到了飞船上面 麦克斯手持炸弹来到了飞船 只求保住自己的性命 在极乐空间上空引爆炸弹降落地灭 并且救出了弗雷母女 李德也趁乱带人来到了极乐空间 和麦克斯的完美配合 特工最后也被麦克斯拔下机器系统灰飞烟灭 李德顺利的破译了密码 麦克斯也答应牺牲自己拯救更多的人 系统重新启动 最后大艘飞船也降落地球 给人们带去了治疗舱子 从此再也没有了不平等的待遇 弗雷女儿也获救了麦克斯生命终止 最后一幕弗雷仰望天空 对麦克斯的付出很是欣慰 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